刚开始接触绝囊经典的人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 天啊,佛教术语怎么这么难呢?有没有更白话的解释呢? 今天,就来简单谈一谈绝囊经典里非常重要的 他空见 首先我们先来看维基百科是怎么说的 主张在自信之外的法,其自信是空性 抱持这种见解,称为他空见 诶,这是绕口令吗? 好吧,我们一步一步来图解 自信之外的法,其自信是空性 概括而言分为自信跟之外的法,其自信 这样看就简单啦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自信各自是指什么呢? 在佛教中,自信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世间一切法的自信 另一种则是深意的真如自信 那么,世间一切法它的自信是如何呢? 我们请出全港派主师读五八的经典 拜托当老人家在佛教总事里是怎么说的 他说,一切有为法如骏领铺 如云如殿亦如草皆露 无常不顾便义 同样理如如是正寿之上师 而圣意的真如自信又是如何呢? 图鲁巴主师说 世俗三界不过是明有正义幻象 然圣意三界善事如赖藏 则为不坏不妄不妙之相 同样理如教导如是区分之上师 这样清楚了吗? 一边是无常不顾便义 另一边则是不坏不妄不妙 分清楚他们的差异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自信之外的法 其自信是空性的意思 就很明白了 他其实就是说 圣意真如法性之外的世俗法 自信为空性 这个就是他空间最简单的解释啦 好啦 这样子有没有稍稍理解他空间的呢? 下回有机会我们再来拜读 其他绝党派主师是怎么说的 我咱们曾经说的 脸棚替钓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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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z钓钓钓钓钓钓钓�钓钓钓 Produkt 味道无仍然装合因然 感谢观看